一家六口被撞死无人,法官禁判赵氏者免于坐牢,幸存妈妈当场崩溃。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男子去年开车带着太太与四个女儿外出游,途中与一名违规行驶的男子发生严重碰撞,导致他与四个女儿全部遇难。 仅剩太太捡回一条命,原本幸福的一家变得支离破碎,赵氏司机日前被法院判处缓刑一年不用坐牢,这让很多人,尤其是幸存的妻子难以接受。 事发当天,他开车载着太太与四个女儿,从居住地新泽西州准备前往克拉华州旅游,途中与违规行驶的男子哈伯德高速降撞,造成奥迪20岁的大女儿凯特林,17岁的二女儿丹娜,13岁的小女儿爱丽森与梅丽莎全部遇难。 唯一生还太太的玛丽也深受重伤,经历八次重大手术才保住一命,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法官最后只判处哈伯德六个月有期徒刑,而且还能够缓刑一年,代表哈伯德完全不用坐牢。 这让玛丽难以接受,当场崩溃,撞死五人害别人家庭破碎,只判六个月还缓刑一年不用关,司法还有公正性吗?